再来看到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周末行程满党 9号就出席了6场活动 而且每场提出了量身打造不同的政见 全程30分钟不看好 稳健争取民众支持 在今天也是南北来回跑 在嘉义和高雄的行程之间 还回到台北参加台南同乡会活动 看到前市长现身 乡亲们都超热情 赖清德前市长如今要挑战更上层楼 台南相亲齐聚一堂 热烈支持和动算 从今天集会之热烈 每一个相亲之热情 我深刻感受到 台南真的是在这场选拟里面 我的本命区 本命区自然要催出红盘 来到台北台南同乡会 赖清德多次强调主权的重要 如果台湾的总统人选 是可以被极权主义 用战争来影响的话 那未来认为这个选拟 都是由极权主义在决定人选 台上致辞 孔默横飞看不出疲累 但其实是中午特地赶场回台北 表达对台南相亲的感谢 上下午分别在嘉义高雄成立后援会 听陆战周六日行程满档 光是10号赖清德南北来回跑 先是嘉义社后援会 再来台北台南同乡会 南部四大社团后援会在接力 而9号更接连出席研讨会 各产业后援会 及杭州亚运电竞队收集 六场活动各30分钟致辞 全程不看稿 证件也是不同场合量身打造 我们希望用稳健有节奏的方式 能够把国家希望工程 在每次的造势场合 能够让更多的朋友 能够理解也更加支持 要在铁人行程中 一一把国家愿景向民众来说明 这时尚冯浩宇特别加以综合报道